大家好,今天煎鱼,用咖喱粉少少辣,没有汁的是香煎,香煎咖喱鱼 首先我们来开咖喱混合粉,有一些咖喱粉,一些盐,蒜粉, 黄姜粉,轻轻加少许糖,搅拌均匀,备用 这个步骤很重要,尤其你是用急冻的鱼,熔雪后清洗干净,用厚些厨房纸包住来吸水,30分钟 如果那张纸太湿的,要换另外一张的,水吸得不够干,煎出来的鱼就会出水,我这两鱼都挺厚的,稍后要盖盖来煎 好了,鱼锁干水后,用小小厨用酒,糖末均匀,但酒的份量不要太多,太濕,煎的时候就会出水,不能煎得香口的 那不想用酒,用柠檬汁也可以,随便用一样就好了 接着就加上刚才混合好的混合咖喱粉 均匀地铺上鱼的上面,涂抹均匀 两边做法相同 放入冰箱一个小时,等鱼入味 在煎之前,再在表面撲一层粟粉 拌匀地鱼,加多些油在锅上 将锅烧热后用中火煎 我這兩塊魚都很厚,所以要蓋蓋煎,用中火蓋蓋煎3分鐘,如果太搶火就把火調小一點。 煎另一邊的時候,覺得不夠油,也可以加一些油。 反轉另一邊後,還是蓋蓋蓋,仍然保持中火,煎多3分鐘。 看看,如果覺得未熟透的就可以兩邊反轉,再煎多一下直至全熟。 認為夠熟的可以用筷子測試,容易穿得過就表示熟透。 今天這個咖喱煎魚是不是很容易呢? 你可以用任何魚的部位都可以,煎魚頭、煎魚膠都可以。 但要注意的地方就是,如果你用急凍的魚,熔雪後清洗乾淨,要徹底吸乾多餘的水份, 這樣煎出來的魚才夠香口。 多謝大家看到片尾,有時間請支持廣告, 在下一集我們再見。 我們再見。